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在里面跟你们说了 就是咱们这边的皮肤 三个产业有各种的工艺 这个是一张皮来做的 说着一口流利中文 它可是土耳其专门推销皮的销售员 如果遇到相对低价的土耳其团 都会经过这里 现场玩舌给你看 不止土耳其 台湾人爱去的低价泰国团 同样有购物站 去过泰国 燕窝或者是蛇做的皮剑之类的 珠宝然后珍珠鱼皮 它把你关在里面 然后你如果没有买的话 导游会生气 它就是会强制你要做这个 你如果不做 像我跟我先生就说我们不要 然后导游就直接这样 以泰国为例 有购物站行程 团费最低有到六千元到一万出 会带到毒蛇研究中心 买蛇药 还有燕窝店和珠宝中心 而土耳其有购物站行程 团费落在三万元左右 一定会经过皮剑店 精油店和香料店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那如果你出去国外玩耕团旅游 如果它团费很低的话 相对的它的旅游 七月上面都会写说 会进某几个购物站 其实耕团合约几乎都会注明 会不会进到购物站 因为专家透露 有些导游的薪水和购物站 有密切关系 以泰国为例 珠宝店每人低销得要达六千元 没有达标 少一位旅客 导游就要被罚两百泰铢 如果达标 就能抽成百分之二十 达人提醒跟团旅费 如果相对低价 就得注意购物站行程 以免出国旅游 花钱又扫兴 三熊干人群庆 跳不到